日前金融市消防局软软分队消防车出勤时 因为软软平交道柵欄瞬间放下来不及通过 驾驶的消防员因此被罚9万元 让救火英雄相当无奈 我们之前也不只是前一阵子消防车 之前就包括救护车 还有我们的所谓灾情勘察车 在经过平交道的时候也都会遇到一样的问题 在经过平交道的当中 它突然紧离冥想的时候 那因为我们尤其是消防救灾车辆车长比较长 通过的时候又必须减速慢行 那导致通过不及的时候 它的遮断杆放下来 就会撞击到我们的消防车辆 驾驶公车司机行进软软平交道更是胆战心惊 除了因为软软平交道属直角状 车身长转弯不意外 如果碰到前方有车辆 更可能卡在平交道上 进退两栏相当危险 因为这边回转的 转弯的那个幅度比较小 所以我们要离让对象来车 所以可能有时候对象已经没车了 我们要经过的时候 刚好警铃又响了 那我们就是变成卡在中间进退两栏这样 你看现在这个状况 它就必须停在黄网线上 它正要通过警铃响了 它不能过去 它就必须停下来 它就停在黄网线 黄网线也要被取缔 你叫民众怎么行 像这样车辆因为车人放下来不及通过 只能停在黄网线上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 金融市议员曾文廷与王醒之因此跨党派合办会刊 为驾驶人尤其是出勤的消防员 及营业的公车与建设问奖请命 要求台铁紧速改善 它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它走的话 这个交通违规的单只是六万块以上 那你大车甚至都要九万块以上 那造成这些用路人的一个困扰 同时这里面涉及到公车司机也好 或者是计程车司机也好 他们的工作权 今天他如果驾照被调扣 他是没有办法继续他的工作 会影响他们的生计 平交道上升以后又再下降 然后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 其实造成各种车种的危险 所以这件事情 大概会是需要我们基隆的立法委员们 可以在这个地方上再多加处理 然后要求台铁要嘛就是做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让整个系统的改善 是可以更优化 第二种就是让暖暖站可以再稍微升级 让它成为有人的车站 在这种情况之下 至少会有人可以看顾这个平交道 然后才不会重复一直发生 类似像这样的事情 他有没有闯阅 是会根据监视器里面的记录来研判 这个研判的过程是交给陆军手 台铁代表解释 号制自动化后 柵欄起落接踩自动控制 会将问题交由全责单位研究后 报请台铁局裁定 律师出身的曾文廷表示 两年前大法官会议就要求台铁须设安全间隔时间 因此他将协助民众采取集体诉讼 保障自己的权益 记者张旗藤金融报导